各位朋友,网上的各位朋友,大家好,祝内各位听众子民平安,大家好,欢迎来到浩然思想人生频道,我是王浩然牧师,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和斯托德博士和王浩然牧师一起来学圣经,那么我们用的版本呢,就是斯托德博士啊,这个圣经一年通,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华人圣经一年通,好不好,那么呢,我们呢,现在已经进入第二周,一年的第二周,第二周的第四周, 第三讲,第三讲是什么呢,料理大地,我们首先看一下经文啊,经文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和二十八节啊,神说,我们要照照我们的形象造人,使他们管理什么什么啊,全地,神就赐福给他们,又对他们说,要生养众多,遍满地面,治理这地,那么这个千年啊,这个千年,千年期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啊,在二零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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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 三月发表了啊,这是一份很有分量的科学分析啊,这个阐述了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条件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啊,报告特别指出啊,我们消耗过度,把天然本钱啊,天然资源了,OK,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消耗的太多太快啊,把它给污染了,毁坏了,毁坏了,毁坏了,那基督徒应该走在保育地球行列的前面啊,保护就是保护地球啊, 环保,因为深信神呼召我们去料理啊,料理大地,OK,那当然有人责怪我们不啊,不读没有解决生态问题啊,不读没有解决生态问题啊,反而啊,不但不但没有解决生态问题啊,反而是实作用者,破坏了生态啊,一位批评家更抓住创世纪一张啊,三句可怕,害人听闻啊,这个三句可怕,害人听闻造成巨大的, 巨大灾难的经文来做大作文章啊,它指,它指的是啊,OK,管理和治理这两个词,OK,所以毫无疑问啊,管理一次在西伯来文可以做的惨,践踏,来解释,而治理呢,则含有把人制服之意,不制服之意,那么呢,批评者指控的是,指控成立吗? 我们说不成立啊,不成立啊,我们试经呢,基本原则是经文的意义,必须上下文来决定,那因此呢,我们呢,要先明白神所赐的管理职份啊,职份是来自于他的授权,叫我们做个负责任的委托者,因此啊,说神创造大地之后,交给我们去回调啊,这看法是荒唐绝伦的,OK,神呼召我们去料理,不是剥削所创造的,OK, 那么这个呢,我说,我说,斯特多博士啊,他这个,把这个,人们这个,对圣经的误解啊,在这段这个,这一章里,这一讲里,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解释啊,他特别呢,把这个,这个大地啊,就是说,翻译成了料理大地,他没有说治理大地啊,OK,那么,人类啊,这个神创造这个地球以后,那么地球经过四五十亿年的演化和变化,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 而且这个,可能几十,几亿年啊,几千万年以后,他就发生不大的变化,而人类呢,自从有地球上,有了这个人类以后啊,但我们有文明记载的吧,有个几十万年啊,近在有文明,人类文明史,文明史的啊,大概不超过,呃,六千,六千年啊,六千年左右,那么尤其在早期的时候,人类没有进入工业革命以前,人类对这个地球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,是吧,地球是啥样的,我们就在这里生活, 而后来呢,那么人类等这个活动,有了这个生产工具,有了机器啊,汽车啊,然后这个拖拉机啊,甚至有了这个核武器啊,有了各种东西以后,那么对这个人类在地球上,它消耗也特别大,把这个自然资源消耗,然后改造核道啊,特别是在中国国内,大跃进行改造,所以呢,对这个环境啊,这个地球啊,是破坏的很严重,那么呢,人们就找这个圣经的一些根据啊, 那么人,神不是把这个地球上,让我们去这个治理这地吗,是吧,这个大河大疆的,然后它这个河流给我们造成那个,这个发大水啊,然后我们就治理它,让它不再发大水,不让我们生态好一点,哎,这个呢,从颜老上讲是没什么问题的,你尸流之类的,对不对,但是问题出在什么呢,按照人为的方法去改造这个,是吧,这就是问题啊,你比如建个三峡大坝,是吧,你建了以后,我们是发了电了,但是呢,得不偿失啊, 对不对,这是大问题了,所以呢,我们啊,神他造了这个万物,让我们人去管理这个大地,要好好的管理,把它管理好,让这个生态越来越好才对,是吧,越来越好才对,这是我们要做的啊,不管你现在这个人口压力也好,或者其他玩意,还有呢,我们用生态这个生,要能够再生,是吧,我们尽可能使用这个太阳能,是吧,风能,而不要老是用核污染的东西,用这个煤炭燃烧这种东西,是吧,对不对,我们神造这个,我们要给子随后太阳 要留一些吧,是吧,对不对,现在我看这个电动车行业都比较好啊,清洁农员也比较好,太阳能也非常好,希望我们基督徒要走在这个行业的前面,好不好,给大家分享这么多,谢谢大家